最新消息还要来关心香港本土派学生组织 贤学思政的三名重要成员 遭到香港警方以串谋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贤学思政是在去年5月成立的学生组织 也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少数还在运作的学生组织 警方表示他们过去不断在社交平台以及街上 发放大量的煽动仇恨政府 以及煽动颠覆政权的讯息 在最近还变本加厉 向相同信念的在求人士 提供物资还招揽追随者 意图继续危害国家安全